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又再出事了 又有一些不知道什麼人在這裡把我們的國歌改成獨歌 這次出事的同樣都是杜拜 但是體育項目就轉變了 就由籃球改為女子的舉重比賽 這次也是我們香港的選手第一次用這個T字手勢 來在撒亭獨歌的播放 從這麼多次的玩樂事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群潛藏了的地下玩樂勢力的網絡是十分龐大的 也可能看中了我們香港政府不能在境外執法的這一點 而不斷將行動升級 稍後回來我們就會說說這件事的詳細情況 以及香港政府究竟怎樣做才能夠倒絕這些事情的再次發生 再之外為大家報道就是美國有42位參議員一起去信 給我們駐美的大使秦剛說到中國現在很多民怨很多煽動事件 請求中國要關切那些聲音 不可以忽視他們 要聆聽他們 甚至說我們用力量來壓制那些人來表達 終於繼之前布林肯多嘴以後 現在輪到美國的42位參議員 可能最近沒什麼作為 都打中國牌 乘機幫他們繼續脈斗人工 但是要分析這42位參議員為何這個時候發聲的時候 我們要同時間看另一宗新聞 就是布林那邊的地區法官 就得到美國檢方的要求 撤回了對孟晚舟的銀行騙人行動 犯美國法例的單邊制裁法撤銷控罪起訴 可能大家覺得孟女士已經走了很久了 為什麼還提到這件事 其實當日華為公主孟晚舟能夠回國 是因為跟美國達成了一個暫緩協議 而這個協議12月現在要有定案 他們選擇撤控 很多時評分析到這是對中國想搞好關係的釋出有好表現 新潮民告訴大家絕對不是 這件事是關係到連日來也有新聞 說到美國怎樣用它的內部情報系統 來陷害敵人 打擊敵人 純粹只不過他們這些攻略無功而還的表現 稍後就陪大家慢慢分析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到 經過歐盟那邊的一輪商議 他們終於有一個定案 就是對俄羅斯的鵝油定價價格上限在60美元 而俄羅斯普京一向以來 對歐盟那邊的自己圍爐取暖 限制鵝油價格這件事都是一笑致之 說到是荒謬 不切實際 但是隨著這個新聞我們就看得到歐盟的內部有什麼內空 看到美國再對歐盟那邊有沒有同樣的影響力 以及俄羅斯在石油價格上如何有恥無恐 稍後就為大家慢慢報道分析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一個現在在網絡上多番討論的話題 就是我們的前主席江澤民先生剛剛逝世了 舉國也遇到他生前的功績 無比的尊崇和深切的哀悼 但大家不知道就是江澤民先生是繼英女王在2022年逝世 另一位世界的重量級人物也在這年逝世 而原來江澤民先生和英女王也是在同一年出生的 生是同一年 離去是同一年 很多人就把兩位的情況作對比 完全顯得出英國的傲慢和我們中國的謙遜和禮儀 英國就逼人家尊敬他 中國就是令人由心而發地自己尊敬我們 向我們致哀 稍後慢慢為大家報道 再說說有《日月報》之稱的《明報》刊登了一些文章說內地的八子黨 被保安局說他是混淆視聽 原來那些文章的作者就是鼎鼎大名的大王人曾志豪 稍後回來我們就說說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在今晚星期六晚的十點鐘就有我們新潮民直播 記得到時留意著我們的直播 在這裡就約定大家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 我們的國歌又被人再次去弄鼓了 就在杜白的亞洲建立賽裡面 又有些不知道什麼人 趁著我們的運動員拿獎的時候 就播出那首獨歌榮光 而這次播出的榮光 我自己看了一段影片 就是一首英文版 大家都知道 按照之前政府的建議 如果再有在國際體育賽事有人這樣玩的話 根據政府的指引 當得獎運動員或者有關工作人員 聽到這些不是屬於我們國歌的時間 就要做出一個T字的手勢 也就是暫停的意思 而這次就是首度有運動員舉出這個T字手勢作為暫停 這次所發生的場地 就是這個亞洲經典的建立錦標賽 時間就會在12月1日至7日在杜拜舉行 分別有來自29個亞洲國家 有600多名運動員參加 其中這次暫停首勢的隊員就是香港選手 名叫做蓮偉晶 這次參與的賽事就是47公斤級別的舉重賽事 在這裡我們先放一幅圖 現場環境就是這樣的 我就是從相關片段截圖下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場裡得獎的人士也不少 因為這裡有幾個不同級別的舉重運動員獲獎 在這裡獲獎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真的有說得出的 有印度 韓國 哈薩克 連台省地區的運動員都有 在這麼多國家和地區裡面 大謊說也有10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獲獎 整條得獎的片段我都看過了 整個流程其他國家和地區沒有出現播錯郭哥這些事情 唯獨是尾聲的時候就輪到我們香港的選手來獲獎 當時香港的選手就像這幅圖一樣 只有他一個人去獲獎 大會這個時候就說到就起郭哥一聲古怪的聲音就跑出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場的運動員就沒有我們看影片聽得那麼清楚 我們一看影片的時候可能那些聲音就直播到片源 所以一起就就知道不是郭哥 好了 當時那首垃圾歌榮光大概播了十多秒之後 香港選手連偉晶就發現好像有點不對勁 當時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他的眉頭是皺了一皺 頭就望向會場某個位置 可能他就是想示意到有關的領隊或者有關的團隊有問題的意思 不過過了不夠兩秒選手連偉晶就索性 不要再做什麼示意了 一於就用雙手舉起T字手勢作為暫停 這樣更好 這個時間在他身旁的班長嘉賓都好像知道什麼事 全部人的頭都一致望向畫面的左手邊 連後面的那些同樣都是選手的得獎者都一起望向圖畫的左手邊 看來大家都知道這首歌是搞錯了 而從片段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當那首獨歌榮剛播放到大約16秒左右 這段頒獎的影片突然沒有聲音 剩下了差不多一分鐘 其後才播放正常的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 由於早前的七攬賽事第一次發生到用獨歌代替國歌的事件 之後再製造一堆東西 雖然在賽事裡所播出的就是我們的國歌 不過那個字幕所寫的就是獨歌的名字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第二堆出事的就是杜拜的世界杯籃球賽 而跟這次也是一樣 所發生的地點也是杜拜 這次我們這件事就是杜拜的亞洲經典舉重錦標賽 究竟是有這麼巧合還是有預先的預謀呢 究竟杜拜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先前就是籃球 今次就是舉重的賽事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上次籃球賽事裡的出錯 人們就說到是巧合 韓國那次的出錯就是低級技術人員搞錯 還要是義工 杜拜那次又說到是字幕員搞錯 不用那麼敏感 他同樣也是一個低級技術人員 所以有錯也不奇怪 這次又如何解釋呢 從剛才我們看的圖片可以看到在同場拿獎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很多 香港運動員上台拿獎那一刻就已經是參加最後一個人拿獎了 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沒有搞錯他們要播放的歌曲 唯獨是在香港才會搞錯 而這次還要是跨了另一個界別 去到舉重界 就不再局限在籃球界別了 很有可能背後的勢力就是要做到既然這些事情都是海外發生 又不可以跨各界去執法的話 就一於事無忌憚 去到不同層面去玩東西 還有一種感覺給我們就是當事情越搞越多 即使好像O記會加入韓國那邊播創我們國歌的事件也好 如果越搞越多的時間 香港政府又查得多少單 就給我們一種感覺 我覺得我們這班幕後的人是有組織有預謀地帶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到你能吹我的仗嗎 我喜歡玩 現在來說 除了我們看到第一次引用到T字手勢之外 其實還有幾個關於國旗和區旗獲得應有尊重的新指引 就以免在那些有心人玩東西的時間 我們運動員都可以作出一些反應 除了T字手勢之外 萬一主辦機構那方面沒有立即更正到適當的國歌的話 其實領隊就必須帶領全體的隊員和運動員離開那個頒獎台 甚至乎離開場館 以示抗議 而且港協旗奧委會就影響到各國體育總會已經提交了正確的國歌和區旗 整套東西就在頒獎的時候使用了 這次沒得抵賴 我相信有關的體育會應該都會收到一套正確的國歌和區旗 這些工具包 如果沒有的話就很有問題 但如果有收到的話 但為什麼又會再播錯呢 是不是沒有交到大會那邊 還是大會那邊擅自更改呢 這次的舉重賽事是一個國際賽事項目 所以收到由港協旗奧委會所提供的正確工具包 兼頒獎會場使用 都可以很肯定說到一定會這樣做 那到底杜拜那邊會不會有一些頑強的港字立分子來和那些杜拜的當地人勾結了呢 現在我們可以從相關片段裡面看一些留言 隨時都會看到端藝出來的 首先我們會看到大量的顏色分子都紛紛拍案叫好 有人說這首《獨歌榮光》才是香港真正的國歌 當中還有很多留言不堪入目 也不能少有香港人加油 總之這些潛藏住在網絡上的顏色分子不斷熱烈慶祝 揭露他們的真本性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說到潛藏在地下的搞事分子 基本上那些留言都是一面倒 都是顏色人士 有些甚至說到多謝杜拜那邊 有關當局其實應該看這條影片 那些經常說到香港已經回復原狀要搞大和解的人 不知道你們說這些是說給自己聽還是說給某些人聽 還是想達到某些目的而言 大家看一些留言都會知道 這些一而再再而三玩東西的人又怎會那麼容易離開 現在還有一些顏色分子留言說到 如果所有的比賽場地在獲獎的時候都會這樣玩一玩 這樣就會令到香港非常難做 怎樣難做呢 這群人心腸真的很惡毒 他們說當國歌不斷播錯的時候 難道香港真的選擇到不參與國際賽事嗎 就算是選擇停賽或者暫時停賽來以示抗議 這樣他們這些顏色分子就說到我們都是正贏的 麻煩的又不是我們是香港政府而已 你敢不就不要派香港代表來出賽 大家這一刻應該很感受得到 什麼叫做他們再暗我們再明 或者叫做香港政府再明 其實在這幾年來尤其是勇於表態 說自己愛國愛港宣揚正能量的人士 已經受了一百幾十次類似這種玩意行動 不過通常遇到這些遭遇的人都是有苦自己知 不是很能夠表達到自己的遭遇 就正如這些事件 如果放大到整個國際層面看 單憑香港的抗議 又或者執法力量 你很難把幕後的兇手抓到 又或者能夠整治這些玩意行為 萬一這些勢力全部都在國外 而和國外的相關人士和機構有一定的連結 而這些外國也不選擇來和香港合作 將這些搞事者緝拿歸案的話 又真的很難做到什麼 除非要動用到國家層面 例如由我們的國家親自去關注這件事件 然後再向相關出事的國家施壓的話 或者這樣也能夠查明真相 當然就是要由港府那邊親自向到我們的國家求救 因為一般來說如果香港政府不主動叫國家出手的話 就會將事情再燈下去 可能燈到這些事情都發生過幾次 都被揚出來的時候才會驚動到我們國家主動出手 因此我覺得動作真的要快 這群人真的越玩越瘋了 完全玩得好像是催他們不仗 他們現在這群人越玩越開心 最後在這裡我們要多加留意 其實暗地的搞事勢力要他們收手的話 就未免言之上早 因為那些讀思想早就已經影響到我們幾代人了 而當中就可以逐點說到這群人都壞了 不是那麼容易救回來的 所以要有效打擊這群人的最有效方法 不是選擇跟這群人妥協 而是要勇敢正面地跟他們對抗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政府和有關當局不能夠再退縮 而且不只是流於意識上不可以退縮 或者延遲上不可以退縮 而是要有實質行動 去主動打擊這些地下顏色人士的逃謀不軌行動 記住是主動出擊 主動到怎樣呢 例如剛才我們給大家看到那些留言者 就是在頒獎典禮播讀歌的影片下面的留言 每個人的顏色分子讚好那些留言 究竟可不可以要到平台方面把這些留言者的資料交出來 然後把它拘捕 是要主動到這樣 那個打擊力度是去到這個程度才行 如果不是搞事的大環境一直都沒有變 一直都沒有後果的話 這些玩意行動只會越來越多 你掩蓋也掩蓋不完 好了 補回一些最新消息的補充 現在港協企奧委會就著這次又再次把讀歌變成郭歌的事件 就來作出最新的回應 奧委會那邊就說到已經就這件事 就是來跟香港的舉重建立總會溝通過 那得屬的結果是怎樣呢 就說到舉重總會那邊其實已經按照港協企奧委會的指引 也就是我們剛才說到自從籃球事件出事之後 奧委會那邊會主動提供正確的國旗包和國歌包 來給下屬的體育總會再由他們提供到參賽的時候用 就交給大會那邊 現在舉重總會說到他們是有收到奧委會的官方標準包 也都將這些國旗和國歌的標準包給這次參賽項目的主辦方了 也就是主辦方那裡已經收到正確版本的國歌、區旗等等的東西全部都有了 而現在來說港協企奧委會已經叫香港舉重建立總會那邊 來向今次杜拜那邊的主辦方 以及整個亞洲的舉重建立總會那裡查詢今次出錯的原因 並且要向港協企奧委會加份報告 更新消息就到這裡 不過正如我剛才也說的背後去玩東西的這群人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那個勢力千萬不能看小 我相信整個調查的方向大家認識的朋友都會想到 不會是一單單一事件 要查就一定要查到幕後的主腦和這群人究竟是什麼人 也要了解到他們玩東西背後的目的 這樣才是一個治本的方法 再次我為了一個報導 就是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為中國的零星煽動事件多嘴以外 如今美國的42位參議員都把握這個機會來打中國牌 好讓他們在國會開會的時候有多一個主題給他們討論白鬥人工 因為他們不說中國問題的時候對美國內政問題都沒有什麼貢獻 美國42位參議員不是單一民主黨 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邊比較重要的參議員都一起去信給秦剛 就指到希望中國不要用力量去壓制人民表達他們的訴求 就著一些清零和封控的措施 人民都非常鼓措 非常沮喪和失望 這封信就是希望我們大使秦剛能夠反映給中央 要聆聽民意和不要用力量去壓制的聲音 他們還說到這次是他們兩黨的人一起表達他們的共同意願 他們說他們這群參議員自己也會非常關切和注視著中國的情況 一有什麼他就會開聲地說 然後他們越說越誇張 他們說若然中國繼續用力量去壓制人民表達他們對封控而失去自由活動的心意的時候 他們這42位參議員密切關注到這個情況就會反映給美國 就會大大影響了中美兩國的建交損害中美關係 越說越誇張 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到中國這些零星的煽動事件不要用力量去壓制 因為力量去壓制就是軟弱的表現 要顯示自己強大就是要聽他們說和看出他們才是強者的表現 這麼多話說的時候當日布林肯的政治考量就是原來他已經定了2023年12月會到訪我們的中國 來我們中國的來訪就會跟我們的外長王毅和主任楊潔篪打第二回合 因為他們在2021年年初在美國的阿拉斯加2加2那裡實在被我們中國的兩位領導人省得非常立立令 這次布林肯不敢獨自去面對我們的外長王毅和楊潔篪 要連同很多其他官員和經貿團以人多勢眾的形式來面對我們兩位領導人 要壯下膽 所以這就是布林肯的政治考量 就是出營之前要放狠華 但是同一句說話說完 同時在美國就爆發起嚴重的12月鐵路系統停工潮 這件事就簡直向布林肯打臉 因為拜老頭不但不聆聽他們的訴求還要求國會用粗疏野蠻的力量加入 要確保工人不停工 所以打臉 而如今這42位參議員去信給秦剛很明顯有各自做事 這42位參議員因為需要打中國牌來尋求他們在國會上 每天都要開會 每天都要有問題提出來的時候 那美國內政不堪 形同中空的時候他們用什麼議題來確保自己在國會有話說呢 最好當然是在沒有東西用的時候打中國牌 美國的從來做法都是如此 自己不做的時候就用野蠻的手段來踩低敵人抬高自己 甚至強行非法地去腦鬱和侵佔別人的科技和財產 全世界已經看在眼內了 因為同時在12月1日出了一個美國新聞 這個美國新聞在多方 無論在英國和俄羅斯媒體都有多方的報導 說到當日孟晚舟能夠成功回國 因為他和美國達成了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一個暫緩起訴的協議 這個暫緩起訴就是今年12月要有裁決 這個暫緩協議到12月要有裁決 而如今在12月1日美國的檢方就要求法院駁回了對孟晚舟的第三次替代起訴 布魯克林的聯邦檢察官就和地區法院要撤銷第三次替代起訴 而12月這個月份適逢孟晚舟當日在加拿大機場被人夾的時候 就是剛剛好四年了 而這四年後今天終於要撤銷這個起訴 有很多人說到就是因為美國那邊要尋求和中國搞好關係 讓中國協助美國輸困輸他的通腸 所以就要做些事情來表示有好 但是新潮民告訴大家其實不是的 因為如果大家讓我詳細解釋一下美國通常怎樣用情報機關 用野蠻的手段來侵佔他人科技和財產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為什麼這次要撤銷 話說事件發生在2018年12月已經是四年前的事 而孟晚舟女士也在加拿大被人惡意混了1028天 身為中國華為的財長孟晚舟 就指華為旗下的聲通SkyCom公司和被美國單邊制裁的伊朗有生意來往 而不誠實地披露給香港的匯豐銀行 所以美國就用這條罪名來起訴孟晚舟對銀行有欺騙行為 將他拘捕了 但是如果大家記得在這兩三個月 西方媒體那邊也開始爆了很多前朝的情報人員工作的手段 大家最記得就是在西方的媒體練一理 以這個續集系列式的報導 說到當日美國的情報單位如何早就已經在加拿大對孟晚舟女士下手之前 幾年已經在部署了這個大行動 因為要追溯當日孟晚舟和香港的匯豐銀行開會 已經是13年甚至15年的事了 很明顯這個計劃已經是部署了很久 部署這個計劃的原因也在西方媒體爆發了情報單位 眼見美國在5G的科技上經已落後於中國 所以當自己落後於中國的時候 你有兩個方法而已 要麼就急起直追 要麼就虛心學習 但是美國兩個都不會做的 他還用最不是方法的方法 最野蠻的方法 就是用力量來侵佔別人的科技當作是自己的東西 當然就要有一輪道德高地的鋪電 話說情報總監保頓也和特朗普為了這個話題吵了很久 特朗普說 形容孟晚舟相當於他自己的千金一樣 也是位高權重的人的千金 你抓他回來有什麼意思 而且還會搞出很大的問題 但是情報單位的元老保頓卻說得特朗普根本不懂國際戰略 不是這樣用這招的時候 美國怎麼保持自己霸道地位 所以美國的情報單位利用香港重量未愛的走狗分子作為代理人 你也同時來接應美國飛去香港的情報人員 來到香港將孟晚舟的每一個延行 每一件穿的衣服、飾養和款式甚至連牌子都要起得一竿二正 看著他幾時幾分幾秒都做過些什麼 在香港已經曝著對孟晚舟幾一輪下手的計劃 而就是苦等一個涼機 讓孟晚舟去到一個美國的爪牙 可以暢所欲言 甚至為所欲為的地方美國才下手 而選到這個地方就是加拿大了 就在機場那裡連同孟晚舟七個大行李都倉滿著華為的高科技設備 想著周遊列國去做presentation用的話就一次過拉完 順便把孟晚舟拿來演說、展覽的高科技加以學習 同樣的招數美國其實早前已經用過對著日本的東芝 對著法國的阿爾斯通用過同一招 就是當美國的競爭不救人家來的時候 就找一些海外的罪名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的罪名 說他們有貪腐的罪名 把他們逮捕 法國的阿爾斯通的老總Pierre Rucci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把他的感受良多的東西抒發在這本書裡面 也藉著這本書希望對孟晚舟女士有個最好的best wishes 希望她吉人天上 都讓她恨到孟晚舟成功回國 這本書就是Pierre Rucci感受良多的說到 2013年他們被美國強行找了一個罪名來拘捕 你以為事情沒那麼大不了 他一定會輕易地大步攬過 誰知道原來美國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的 你要藉著拘捕他 安一些莫須有的他自己也不記得十多年前 在印度尼西亞的罪名去隔山打牛 建了整個阿爾斯通回來 強行來收購 最後Pierre Rucci是減少的 他感受良多 所以藉著這本書說出美國的一連串做法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用了什麼招數 也希望藉著這本書對孟晚舟致意祝福 美國從來就是用這些招數來打擊敵人 更不用說去到現代的社交平台 掌握大數據的網絡公司企業 甚至加密貨幣等等 全部都要在美國的FB錦衣衛的控制範圍內做他們的事 如果誰不聽話的話輕則就是把整間公司搞砸或者沒收 重則就是他這些創業分子創建分子 創出科技的人全部在這個世界上消失都可以 最近已經連續三個加密貨幣的始創人不知為何離去了 同時在這段日子 大家也可以想想為什麼 美國最喜歡做這些事 美國用這些招數已經在美國境內成功 不是收購 只是老粒了很多不同的巨企和科技 為什麼如今要撤銷控罪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孟晚舟已經成功回國了 美國再在司法程序上搞這些鋪電也沒意思 因為司法系統是要錢的 還有廢時失事 耗人力物力 既然不能夠碰到孟晚舟 也不能將華為的科技變成美國自己的科技 那搞這麼多事情有什麼意思呢 那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和要和中國收好關係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再之後我們給大家報導 就是最近歐盟那邊一致通過 也經過外交官來向 傳媒發表就是他們一致定了 相以俄羅斯的油價上限就是60美元 歐盟指導他們要尊重27國這麼多人不同的意見 還要尊重G7的意見 還要尊重歐洲的意見 澳洲的意見 所以得出這個他們覺得最合理的價格上限 其實歐美世界自己都是一群人在圍爐取暖 大家在越講越興奮的時候 到底俄羅斯又怎麼看呢 今天就為大家揭示了幾件事就是 歐盟那邊的內部內控 歐盟和美國的關係有什麼不和 還有普京為什麼對油價這件事有恥無恐 我們全部都是在這宗新聞為大家解答的 話說這群歐盟的領袖分了兩個陣營 有些人嫌價格的上限定得太低 有些人覺得定得太高 價格上限定得太低就是要貴一點 就是那群人呢 希臘、塞浦路斯和馬爾塔 他們覺得如果70美元的話也是太低 其實如果70美元一桶的時候 嚴格來說就已經逼近了 不需要限定因為俄羅斯的價位都是六七十元 另一群就是覺得65美元也是太高 要它再低一點 甚至說到俄羅斯今後賣多少的話 全部都要下降多5%才行 這群人這麼刺激、立場這麼鮮明 就是什麼呢 立陶宛、波蘭和愛沙尼亞這些親美的歐盟走狗 還說到這個價格要非常靈活 要很有動態地每個月調整一次 每兩個月就一個大會 每一個月一個小會 就要根據俄羅斯 總之俄羅斯出什麼價都要按多5%才行 兩群人一些是持平正常 一些是嚴重親美 所以說極不賣 總之一輪歐盟自己內部的商議下 就在最近訂了出來就是60美元一桶 要談到這個60美元絕對不容易 因為剛剛好像一兩個禮拜前還在談65至70美元 其實到底俄羅斯的俄油現在賣出去給歐洲 大概是什麼價位呢 其實也是大概六七十元左右 而俄羅斯其實也有得賺的 那麼他們打的另一招是什麼呢 就是在俄油輸出的時候要光顧西方的服務 西方的服務包括保險、金融服務和船運 這個保險、金融服務和船運 西方世界可以斬這一大筆 他們其實也絕對會用這樣的招數來再提高成本 曾經想對一些不妥協的國家想對著俄羅斯和OPEC 因為OPEC也是自己人的主要的產油國聯盟 就想用西方服務來影響他們的價格 到底能否湊巧就不知道 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消息就是60元美元是他們對俄羅斯一致認同的上限 不止歐盟和G7國家還有澳洲都認同60元美元的上限 普京先生有什麼回應呢 普京先生的回應就是從一而中都是說你們這些人自己自作多情 全部都站在一起 越傾越興奮 又說限俄羅斯油 要他拿也不能剩 要俄羅斯普京嘔吐 說不買 一個不小心吞併俄羅斯 把俄羅斯解放 讓澤連司機坐下去黑里姆林宮都還可以 反正你們這些人都是作的 不如說到俄油三四十元一桶好不好 或者買一送一就可以令到普京買一桶是一桶 反正你這麼開心 說得了 那說完笑了 普京先生說一些實際的說話 實際的說話就是始終歐盟的定價格上限都是荒謬和不像實際的 他們想限制俄羅斯的利益 這不可能俄羅斯是不可能會在影響自己的利益下繼續賣俄油出去的 而俄羅斯普京也說到如今他們想做的這個價格上限 能否應用起真是俄羅斯出口石油去歐盟還未知 但會想影響市場的油價 影響全球能源市場的價格 俄羅斯普京跟伊拉克的總理蘇丹尼在11月24日已經開會說過了 就是賣什麼價位和已經清楚表示俄羅斯極有可能把那些支持俄羅斯價格上限的國家視為不友好國家 當視為不友好國家的時候就不會賣油給他們 俄羅斯和伊拉克都是OPEC石油生產的主要成員國 而這個OPEC加多9個國家成為OPEC家 從2016年開始拿著聯盟的時候俄羅斯絕對有此無懼不怕歐美那邊的價格上限 更何況在這件事上美國也說國懷鬼胎不會和歐盟配合 為什麼呢?美國也將自己的平價的葉岩油一批一批以高價來賣給歐洲 法國總理馬卡洞最近是直接斥其非的怒動 但我們不用說到美國了 我們繼續說歐洲的情況 在這個俄羅斯和歐盟那邊就著石油價格的競爭 有一個國家偏偏能夠走出來獨善其身 這就是印度了 印度其實現在真的以有時候去到四五十美元一桶的價錢 很便宜地大手進入俄羅斯的石油 如今印度已經是中國以外這個世界最大的俄羅斯石油買家 因為印度就見他能夠平三四折的價錢 即是減三四折 大手進入俄羅斯的石油再轉售出去 導致美國的財長耶倫在11月11日去印度那裡 進行一個印度和美國如何深化他們的關係的論壇上 當歐美世界企圖對俄羅斯的石油切這個價格上限的時候 若然俄羅斯一句話 那你們切我的價格上限我不賣給你們聽就行了 若然俄羅斯真的不賣的時候 這招就完全不會湊巧 而印度如今還在用一些極低價的價錢買俄羅斯的石油 印度怎麼可以規避歐美世界一起認同的對俄羅斯石油的上限呢 就是印度要以差不多的價錢買俄羅斯的石油 還有還要光顧西方的服務 要用西方服務和價格澎湊的保險金融海時運輸的價錢 來進行這個石油交易 那麼印度就可以得到耶倫的認同 印度莫迪彩也浪費氣了 如今印度是賺到笑的 其實新潮民在上個星期也有幸獲得一些人士的邀請 就在一個晚宴上跟中國的西安那邊的柵油大集團 和石油行業裡面的韓磚一起吃飯 在這個飯局裡面我們作為後輩也請教了路韓磚很多東西 首先我們確認了一個消息就是聽說 俄羅斯的石油在制裁期間其實也不斷地向外輸出 因為油這個東西要混合才值錢 而只要你混合過之後俄羅斯的石油只要不佔超過50% 不佔超過一半的話 都可以將混合出來的油視為當地生產的油 即是可以不視為俄羅斯油 俄羅斯在制裁期間也有大量的船運運出去 是沒有寫明的目的地的 其實轉兩個圈就去一些大聲聲說制裁俄油的國家 然後再混合的時候就當那些國家出產的油不當是俄油 這樣就不用制裁了 俄羅斯其實不斷地賺錢 那你說對價格和市場有沒有影響呢 始終有限制是一定有影響的 但是打擊並不是太大 而且很多新聞的資料都是做給這些政治立場 都是在媒體上在外交層面上做出來 來給這個世界交代一下 除了歐盟的27國 美國 英國 歐盟的法國 德國 日本 意大利和加拿大都支持 對這個價格的上限定了60美元 我們也請教過就是美國開採鹽岩油本來的成本比較偏貴 所以那些人才會比較願意去選擇俄羅斯或者中東的石油 原來成本就在開採的前段會貴一點 但是之後要繼續營運下去的話 繼續提煉的話成本也不是很貴的 但是運到法國那裡偏偏很貴 所以法國總理馬卡龍就非常生氣 最近美國立的一系列法案就是通脹削減法和晶片科學法 都嚴重地打擊兩大世界新的科技範疇 就是再生能源和晶片科技 這些都嚴重地威脅歐洲自己自身的利益 法國總理馬卡龍終於膽敢說一些很多國家領袖都不敢說的東西 就由他把口說出來 就是說你如今美國藉著俄羅斯和烏仔的戰士 你美國就大發橫財 還有就是不斷收割我們歐洲 如今還擺明居馬在8月通過這些通脹削減法 就是你們美國政府的嚴重補貼 就是惡意地影響貿易的平衡 打擊歐洲的工業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馬卡龍怎麼跟你拜老頭來聊天 而最近拜登也表示了若然普京想和談的時候 美國的拜登是願意走過去跟普京見面來談判 但是拜老頭在這裡談判了 那我一定是事前會先諮詢過法國總理馬卡龍 以及諮詢過北約那邊的意見才去見普京 這樣來談判 因為其實在最近這段日子除了法國總理馬卡龍 北約那邊也開始表示到美國的政策的針對性 是在損害美國自己的利益 法國總理馬卡龍表示到 如果協助這個會面而幹事 馬卡龍是非常予以協助的 但是看來這件事未必有這麼容易 因為俄羅斯那邊一定會希望美國談判歸談判 普京也釋出善意說他隨時開放去談判 但是要俄羅斯放棄新的領土是不可能的 另外馬卡龍也說到要逼烏克蘭妥協放棄抵抗的話 這件事也令到馬卡龍難做 問題就是當美國很想和俄羅斯談判 又很想和中國俄羅斯談判關係的時候 若然要馬卡龍來幹船的話 很簡單 美國要做一件事就是把通脹削減法調整 不要影響到歐洲的利益 這樣就可以了 為了這件事馬卡龍也願意對著媒體幫美國說好話 就是說美國的通脹削減法不刻意侵犯到歐洲的利益 他願意在媒體面前說純粹是意外而已 不是一個意圖不軌 而拜老頭也表示釋出善意 就是願意在這個通脹削減法裡進行微調 把歐洲的利益變成考慮的範圍 其問題就是很多時評都說到 今時已經不同 往日經過中期大選之後 美國國會的眾議院已經被共和黨拿著 你要微調什麼通過什麼法案 眾議院的共和黨那些人都會加以阻撓 你絕對不是走得那麼容易 算法國總理馬卡龍 法國的財長和德國總理索爾茨都紛紛 總之有歐洲的領導人走出來 表示到如今配合美國的戰略是浪費的 為什麼歐洲的利益要建基於美國的利益身上 同樣說這番話就有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也提醒到歐洲就是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你們要保護自身的利益 不應該建立在美國的利益身上嗎 美國口口聲聲說重視自己的盟友 其實就是藉著俄老和烏仔戰士來大力收割歐洲 美國在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搞出來的爛丹子 全部都要歐盟那邊來承擔 我們中國是支持和平繁榮和共建互利的 但是為什麼你們歐洲的繁榮和利益要建基於美國的方針底下 另外一件事就是歐洲真的好好想想如何戰略自主 美國定下了十年的計劃就是由2023年1月起 就投資3,700億美元在再生能源和晶片科技那裡 也引了很多歐洲的工業因為美國政府大力的補貼搬去美國 在損害歐洲的工業和歐洲的利益 既然這個計劃已經定了 如果現在要微調的時候 又過不過中議院共和黨那一關呢 看來也挺難的 再之後讓大家報導 就是我們以無比的尊敬和深切的哀悼 來到悼念我們的前主席江澤民先生的世世 現在在網上有很多人在說一個話題 就是今年2022年發生了兩大事件 就是兩大世界的重量級領導人物離去 一個就是英女王剛剛在英國離去 另一個就是我們的江主席剛剛世世 但是原來這兩位在這個世界舉足輕重影響力的人物 不僅是世世的年份都是今年2022年 原來他們出生都是1926年 就是同一年生同一年世世 彼此都是96歲 所以引來各科人士把兩位的情況進行對比一下 首先一件事就是到底江澤民我們的前主席江澤民先生和英女王有沒有見面呢 他們在1999年中國的元首是出訪過英國的 當時就有和英女王見面 而其實就是回應到1986年英女王出訪我們中國的 我們的前國家主席兼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先生 就是以融匯貫通、靈活和帶領中國國際化在他任內的貢獻來見稱 堅實執行鄧小平的新中國改革道路 而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和江澤民先生 大家都在自己覺得最舒服的地方 而和陳世說再見 英女王就在蘇格蘭 江主席就在上海 但是分別在於什麼呢 就是蘇格蘭很快就不是英國的一部分 而上海過去現在將來永遠都不會自己自立為國 這件事在我們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 然後大家都是以自己小小的地方進行起零儀式 然後再把靈舊運到首都那裡 江主席11月30日就由上海開始進行起零儀式 在12月1日就運往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伊利沙伯二世就由斯康蘭運到溫沙 我們的分別就在於什麼呢 英國依然非常眷戀 尤其是那幫皇室 眷戀著自己的殖民的統治 就希望強行逼人做到萬邦來朝 逼人去參加他的國葬儀式 而這個國葬儀式也表示英國的傲慢 在這個人物的安排和座位上 都完全是不得體的 而且還在裡面揭示了英國自己皇室裡的內鬥 還有自己的家醜 但是我們中國這邊就不會搞這些出醜於世界國際的小節 由江澤民先生的零救運到北京 在接機的時候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和李克強 還有黨內和國家的領袖都紛紛走出來表示尊敬 在香港的情況就是有些在香港自己還沒去過英國 但卻崇洋眉外的份子 這幫不肖子背早亡中的走了去英國的領事館 來做大戲哭哭啼 鬼扎那麼吵 而在中聯辦到撤零 香港也有大批市民過去來進行 是自哀的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不會誇張失實浮誇地表示自哀 大家都是有規有矩 公公正正 還要用了安心出行和帶罩守規矩地表示哀悼 除了我們香港的當局一些議員和機構人員 市民 都真心真意地表示尊敬和自哀 就是和西方世界在領事館外做大戲的行為相形見絕 英國想透過他的國葬儀式顯示自己依然是這個世界的宗主大國 其實所有人都齊集在英國來見證他的沒落 和看他的家裡的皇室怎麼出醜 但是我們中國這邊卻不會做一些掩飾托塔毫無意義的行為 不會在這裡大雷大鼓 虛張聲勢 若然你們真的有心的時候 你不需要過來 你只需要發個信咸 打個電話來致哀 我們就會收到 在這種情況下就連日本的岡田文雄都表示他是油沖地致哀 向我們中國發這個調電的 俄羅斯普京先生甚至說到江澤民先生是一名忠實的朋友 在中俄兩國的關係作出了無比的貢獻 他提到2001年簽訂了這個鄰國和睦友好全面合作發展的條約 江澤民先生對促進尊俄關係是功不可沒的 而除此之外在社交平台也有人致意的哀悼 例如巴基斯坦的總理夏巴茲謝利夫也提到 中巴的關係也在江澤民先生的手上得以發展得良好 聯合國安理會在開會前也全體起立了一分鐘來表示尊敬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盛贊江澤民先生的任內 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的參與 娼盜中國加入WTO世貿組織 這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到 在當日江澤民先生在任的時候他還是葡萄牙的總理 也見證了澳門和葡萄牙的回歸 把澳門交給中國的權力交接順利和成功 這件事都是在江澤民先生的任內發生的 新加坡總理、新加坡總統李顯龍和哈里馬也致意憑調 李顯龍說到江澤民先生的任內 他當時經歷了新加坡李光耀和莫作霖的時代 當時李顯龍還是部長 在1994年的時候江澤民出訪過新加坡 當時他也有份來到旁邊旁聽 除此之外很多國家的總統和總理也紛紛走出來自愛 巴勒斯坦、魯窩、古巴、文萊、馬爾代夫、哈薩克、塔吉克 甚至朝鮮的金正恩都有很多話說 就是故意打了電話來致意哀悼 說到他依然記憶猶新 就是非常欣賞江澤民先生說的三個代表的主義 促進中朝的關係 也指到中國推行這個特色社會主義非常有大的貢獻 也間接啟發和支持朝鮮那邊行的社會主義 所以這些說話全部都是各國的領袖由心自發地表達出來的 就不是強行要做一些所有領導人都需要過來朝供 宗主國掩飾托塔的政治活動 我們中國就不習慣也沒有這樣的意欲去稱霸世界 沒有這樣的意欲去做這個世界的主宰和規則設定者 是希望大家能夠共見互利的 就和英女王的國壯儀式完全不同 今晚約定大家在新潮民的十點鐘直播再跟大家見面 我們除了講主題之外也會回顧一下江澤民 在面對著西方惡意媒體60分鐘時事雜誌的記者的一輪博弈 看看如何妙問妙答見招拆招地面對這個惡意不友好的西方記者 再之後就說說有《日月報》之稱的《明報》 他們刊登了一些有關白紙黨的文章 現在保安局就說這個《明報》是混淆視聽 那為什麼《日月報》刊登的文章會被保安局這樣釋責他呢 原來在細項之下《日月報》刊登的這些文章有關白紙黨的 原來作者就是誰呢 是逃走到台灣省的大王人曾志豪 相信很多朋友對這個曾志豪都不陌生 甚至乎看到這個曾志豪的時候 就算叫不出他的全名也會叫他一聲小蠔子 因為曾志豪以往在香港電台上裝鬼裝馬 裝公公來講時政這個公公的角色實在太深入民心了 而且曾志豪在面對保安局這樣去到斥責的時候 就算他在身處外地仍然在反駁 因為保安局說曾志豪是漠視事實來寫文章的 而且曾志豪的歪曲手法大家都領教過 其實這裡不需要再多說了 這個人確確實憑著自己的文筆 希望誤導讀者來達到他的一些政治目的 尤其在他筆下他絕對不會把那些搞事者叫做搞事者 這次保安局說他的文章也是這樣 民眾刻意淡化了我們香港本地社會出現的不穩定徵兆 曾志豪當然不會說自己是淡化或歪曲事實 其實新疆出現的一系列事件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有解釋過 另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已經出聲 說這些事件是顏色革命的初型 就提醒到我們大家都要防範 曾志豪的文章我就不在這裡讀出來 不過也想說一說既然曾志豪這麼出名 出名是做反賊的 那為什麼日月報還會有曾志豪的專欄呢 我查一查日月報裡面關於曾志豪的專欄內容 其實他由九月開始 九月十月十一月到現在踏入十二月了 大大話說曾志豪在日月報裡面 每個月都會出十篇八篇的文章 當中他寫的文章是圍繞一些當下的時政問題 但這個日月報怎麼說都算是一個正式的媒體 還要是正式的報紙媒體 難道他們不知道這些反賊說話是有歪曲的成份嗎 我們也懶得跟你逐單逐單文章評論 如果現在這個日月報能夠將曾志豪的文章 每個月來都這樣發放出去給一些讀者去讀的話 那用什麼呢 遲下不僅是曾志豪的 有這麼多犯了事的人就走了去外地 像許智峯、羅冠聰、南部他朝有一天 日月報還可以出那些人的文章 我們正常人說了很久想爭取假新聞法 但爭取假新聞法之餘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規管這些媒體 現在他出的專欄或者出的文章 雖然不是他們媒體自己去寫 但若然明知有問題都這樣擺出來 這樣會不會給市民一個錯覺 就是日月報自己專門在報道裡面自己不說這些事情 但是留下一個機會給這些參事別有用心的人 就在他們的報章有專欄可以出文章 等到他們可以有一個窗口 繼續發放他們具有政治立場的宣洩 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 大家都知道有時候看新聞 就不只是想看新聞是怎樣的 也想看社會對這些新聞事件當中找到什麼評論 或者在事件裡面找到什麼解讀 若然刊登了這些錯誤的解讀的話 不是說一兩句免責的聲明 就可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在保安局出聲的時候 我們到現在為止 出片之前的這一刻 去到日月報的網站上 都仍然可以找到曾志豪的文章 那句免責聲明非常搞笑 他在曾志豪文章最下面那一行 就寫明說到他們日月報所發表的文章 若然提出批評的話 就只在提出相關的制度 政策或者措施的錯誤 或者是缺點這樣說的 他們還說到他們提出這些錯誤的缺點 諸如此類的事情 違著的目的就是促使去到矯正 或者是消除這些錯誤或者缺點 最銀意的一句就說到絕無意頭煽動他人 對政府不滿 這樣也不算是煽動 日月報他自己不主動煽動 不代表一些作者不主動煽動 這個曾志豪的底細我們是非常清楚的 現在他去到台灣省 可以說得到是沒有東西做的 大家試想一下 一個以煽動為身 做一些小丑動作 就來到嘩眾取寵的電視人 他去到台灣省 台灣省當地的電視台會不會去僱用他 有沒有這個需要 如果真的請了你 轉過頭 你又諷刺蔡蔡子 人家真的多得你不少 另外就是曾志豪的這種諷刺 當地又未必有人會欣賞 即是曾志豪去到台灣省 是不可以做回自己的本業 這個也相當肯定 另外就是曾志豪也不如像其他黃人一樣 可以透過一些個人的頻道 例如老蕭或者杜狗 有可能曾志豪自己本身不懂做影片製作 或者是做影片製作比較差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黃人本身也未必是支持曾志豪 好像之前我們新潮民也說過曾志豪 跟劉慧卿有隔空對馬 而當時的爆發點是因為何俊仁可以保釋 其實這一點上曾志豪已經得罪了很多黃人 不過這些很正常 黃人的世界裡經常會狗爭狗骨 因為他們的本質就是接受不到他人的意見 所以他們脫離了一個共同的論調之後 終必就會走向分裂的黃人 而曾志豪就是這個黃人版塊分裂裡面的副作用的其中一個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工作也沒有支持者 但是現在日月報撿了一個爛產就以為撿了一個吉 相信日月報派得曾志豪的文章上場 上必一定有稿費給曾志豪 問題就來了 若然曾志豪的文章涉及煽動他人 因而來到擾亂視聽的話 混淆視聽 那些文章有機會影響我們國家安全 若然影響國家安全 即是說曾志豪有機會犯國安法 但是日月報付錢曾志豪去寫文章 這樣就即是金主 有很多市民可能就會理解到日月報付錢曾志豪去涉嫌犯國安法 這樣查起來 這個日月報的前景再這樣下去的話 有機會就會好像毒果一樣 還有我們香港社會上的傳播媒體其實都應該要規範他們 不可以用一些好像曾志豪這一類 是擺明居馬來到反政府 來煽動搞事者的黃人 因為現在日月報他們擺的位置就是作者專欄 雖然作者專欄的這一項 大家就不是直接看新聞的按鍵會看到 不過這樣就會形成了一個漏洞 就會在作者評論區 讓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文章去作出一些政治宣洩 所以我們香港應該在規範這些新聞媒體的時候 對一些劣跡的時評人應該有一個黑名單 讓在我們香港紮根的一些媒體 在外國媒體也好 我們本地媒體也好 依照這個規矩去做事 不要讓我們香港的傳媒界有漏洞有機會 就讓這些黃人去到攝位 現在曾志豪這個文章事件出來之後 有些網民就說到 對了日月報只播了曾志豪的文章 又不見他把屈邪的文章放上去 可想而知日月報在處理這個作者文章專欄的這一項 他們內部操作的人有多少是黃人 真是估計不到 而且在我們細項之下 其實現在不只是日月報有刊出曾志豪的文章 之前在另一個媒體叫做早上7點半 或者可以解讀為7月30日的早上 我想大家應該會猜到我想說哪一個媒體 在那個媒體裡面都可以找到曾志豪的文章 只不過是去年最新的那篇 但就算沒有更新也好 讓這些文章在網上去到停留的時候 難保他會繼續被人看得到 而他文章當中想宣洩的政治目的 就像種子一樣繼續蔓延 所以我們在規管一些報章媒體 是怎樣報導一些作者的專欄的時候 也要規管一些文章 在網上的流傳 若然一些文章涉及內容是煽動他人的話 我舉個極端一點的例子 現在肥佬黎是一個大反賊大漢奸 難道以前肥佬黎說過的話 或者留下過的文章 就算當時他還沒被定罪 但這一刻難道要繼續放在這裡 讓別人繼續去看 所以這些有害的文章 也是我們香港的網絡上的瘀血 所以盡快清走它 就還我們網絡上一個健康的環境 關於這個網上的監管 我想真的要多點功夫 我知道對於網上的監管 就是人事媒體 很有可能這種媒體的洩服器 或者總部根本就不在香港 關於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真的要想一個新的對策 來拆解才行 說起又說這個新的顏色媒體究竟是什麼媒體 所以最近他有個代表作 而且他也是用到一個相當之惡毒的方法 來滲透我們正常人 這個新的媒體的名字不開了 免得幫他宣傳 他用到的手法就是說到最近鄧炳強說到有些突然之間很愛國家的顏色人士 又或者是誇大到要推翻國家來宣洩自己對病情措施的不滿 鄧炳強曾經說過很有可能是聞到一些顏色煽動的初型影子 而這個媒體怎麼懂得玩法呢 他就說到連內地那邊都不是針對著完全的顏色煽動方向去到說 然後再加上某媒體的一篇報導分析 那篇媒體報導就是星字頭的日報裡的一個專欄分析 也就是這個新的顏色媒體就用到內地政府定論 鄧炳強的定論以及正常人媒體的報導三者將它混合 然後說到他們之間是有矛盾 最後的定論就是得熟了 就是說到鄧炳強擺明反對中央的意思 這些就是他們的新玩法 就是要令到陣營內部之間產生矛盾 就實行把陣營裡面自己拆散自己鬼打鬼 而這個媒體裡面也報導兩位議員的說法 在這裡就是那幅圖 他引用了迪志遠和議員江玉寬的言論說道 鄧炳強不要過度演繹 而另一個說話是斷章脆意地說道 市民不是反政府只是表達意見 很明顯這個媒體說不說 正如我們也強調到 當有議員分立的時間就是最容易分化人心的時間 意思就是我們也不排除某些人只不過是因為防病政策的不滿而走出來 又或者某些人一時情緒上頭而走出來 事實真的有這些人 而且遺數應該也不少 但是另一群同樣都是遺數不少的人士 就是利用到這次病情封控的措施 來故意說什麼民主自由 要普選 要推翻我們的執政黨 也看到很多這些橫額和很多收錢出來搞事的人 同樣都有混雜在普通的人裡面 所以這群人很聰明 他們很擅長把事情混在一起說 然後再令到一些不太知道真相 或者沒什麼時間看新聞的朋友 都混在一起 都產生了一個錯覺 好像執政當局 或者是一些建設的人士 很嚴厲 很不近人情 又拿東西賴等等這些情緒是帶給讀者的 大家看看我要將這些顏色媒體的新玩法很簡單地說到有點複雜 所以唯一可以預防這些軟性入侵 最好的方法真的從教育開始做起 而且面對著這些一輪又一輪再度復甦的地下黃人攻勢 就正如我片頭所說一定要硬起來才行 不要想著跟這些人可以說得和可以共存 甚至乎說到用一些由官方或者半官方出錢的機構 做一些他們剛剛看的新聞感化他們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幼稚的想法 是會令整個大環境局勢更加推向水深火熱 希望有關當局能夠接納我們的意見 來做出及時補救的措施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就是今晚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10時 約定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